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学习《法句经》、《法语》跟《故事》 这个单元是第八品 千品 故事是第十二个 《法语》的部分是佛陀提到 若长命百岁 但不知世事生灭的实相 不如活着一天如实之见生灭法 这样子的一个对照也是跟前面两个法语一样 就是要我们重视生命能够运用来看到世间的无常 生灭的实相 这样子的一种观察是比能够活得百岁 可是没有能够有观察的这种能力是更加有价值 所以这也是在跟我们告读说 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世命能够观察 这个世间是一种生灭法 所以能够有安慰心的观察的体育 这样是更加有阶段 这只是这一句法语 他中心说我们要观察世间的生灭法 可以观察安慰心的属心 这就是实相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内容 跟前面的一个对照又有差别 前面有谈到说我们要有智慧的 或者是我们要很精进的 那这里也就是要把握生命 能够观察世间生灭的实相 所以又有一个内容上面的一种重点 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着重的是观察世间的生灭的身相 就是事物是有成、住、坏、空 这个是世间法都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有成也有灭 那人就有生也有死 所以在这个世间就是有这些的变化 就是叫做无常 能够看到世间有为法都是无常法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基本上就能够比较稳定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 常常要遇到种种的这种变化 事情也在变化 人事也在变动 那人也有生也有死 那我们常常都在这一些的变化里面 心情就会起伏不定 那或者是高兴啊 或者是又被苦恼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是苦 也就是我们受到这些外境的变化 而不知道这些实际 也就是真实的现象 那我们的这一些的心情受影响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互相循环影响 我们如果看不清楚 我们就一直在痛苦里面 所以在这里着重的就是 我们要是能够看到这一些的生命 他就是世间就是本来如此的时候啊 那我们心就安定了 可是这样的情况应该也不是说 要我们变成一种无情 或者是好像忍没 而没有感觉 而是说我们要看到这样的真实的现象 那能够勇于付出 那我们也要努力的在这个世间 真正的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 然后呢 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就是淡然处之 那这样的时候呢 心情就是能够在一种自在中 而能够去积极的面对我们生命的一切的变化 所以这个应该是佛陀的教化的重点 那对照的这个故事呢 她是一位非常可怜的一个女主角啊 所以称她是家破人亡的波塔卡纳 她的名字叫做波塔卡纳 那她的遭遇呢是很可怜啊 所以形容她是家破人亡 那她的故事呢 也就是她本来呢是在印度社会城的一位富翁的女儿 那应该是她的家境非常好啊 而且她长得非常的美丽 父母对她也非常的疼爱啊 可是呢她就爱上了家里的一位男仆 那这个就是表示呢她的一个命运啊 就是一个蛮悲惨的啦 因为她本来是一个很富有的富翁的女儿啊 结果呢她爱上了家里的男仆呢 就是注定她要私奔啊 那就是可以想象她的父母亲一定是反对啦 然后呢她呢应该就是秉持着 就是爱情第一啊 所以她就跟着她的这个男仆呢 就私奔 然后到了一个很远的这个乡下 那也是距离这个社会城很远 那后来呢她就怀孕了 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悲惨的这种剧情就开始了 因为她当时呢就是怀孕要生产的时候呢 那印度的习俗啊也就是女孩子呢就要回到娘家去生产 就像我们常常很熟悉的就读到释迦摩尼佛 她出生的时候呢也是她的母亲摩耶夫人呢 就是要回到她的娘家 然后呢就在她的这个回娘家的路上 就是兰比里园的时候呢 那这个摩耶夫人呢就手摸着这个树枝呢 有时候就生产 所以这个也是她循着这个印度的习俗啊 要回去娘家 那这一位女主角啊波塔卡那呢 她也是啊就是觉得她要生产了 所以呢她应该要回去她妈妈的家里 所以呢她当时呢她就告诉她的丈夫呢 要允许她呢回去她的娘家生产 可是她请求了好几次啊 可是她的先生呢都拒绝 因为呢她一方面呢也是害怕说 如果她回去她丈母娘的家啊 然后她的这个岳父啊 应该会很生气的要就是毒打她 因为会认为她拐走她的女儿嘛 所以呢她很怕就是回去呢 会被她的这个这个岳父打 所以她就拒绝她的太太要求要回去娘家 那当她拒绝的时候呢 她的太太啊就是这个波塔卡那 她还是想要回去她还是想要回去 所以她就逃跑所以呢她当时呢就逃跑的这个路上啊 她就生产的旗就到了所以呢她就在路上呢 这个草虫啊她就生了她的第一胎啊 那是一位儿子男孩所以呢她当时呢就是生产了以后呢 那么她的丈夫呢就是去找她 然后呢就找到她她已经生下小孩了 然后就带回家里去 那么这个故事呢接着呢就是描述说 当她又产又怀孕第二胎的时候啊 那她也是想着回去她的娘家生产了 可是呢她的先生也一样又拒绝啦 所以呢她就也是就逃跑 那这一次逃跑的时候呢她就带着她的大儿子一起 然后呢就出发就往她的这个 在社会城的这个娘家的路上逃跑 然后呢这一次是她的先生呢就已经先追到她 所以追到她的时候呢因为她已经快要生产了 所以这一次呢是她的先生呢就是在她生产前就追到她了 所以呢当时她先生呢就很紧张啊 因为她已经快要生产了 所以她的先生就要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让她生产 而且那个时候呢正好下雨 所以呢她想要找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啊 结果呢她的先生就是在要找一个好的地方的时候啊 她就经过一个草丛啊在整理地方啊 结果呢就被一只毒蛇就咬死了 她当场就死亡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波塔卡纳 也等不及她的先生啊那她就在她停留的地方呢就生下第二胎啊 然后第二天呢她就啊出去想要找她的先生 为什么没有回来啊结果呢就在附近呢就看到她先生啊 她的这个尸体就发现她先生已经死了啊 所以她当时呢就非常的伤心啊 而且她认为说她先生的死呢就是因为她造成的 就是因为她要生产然后她先生呢就是要去找地方啊给她生产啊 所以她认为她先生是被她害的 所以她心情呢就非常的悲伤而且非常的内疚啊 那这个时候呢她就觉得说既然她先生也死了啊 她也没有觉得有必要要回去她跟她先生的这个家里啊 所以呢她就干脆呢就带着这两个孩子啊 一个是大儿子啊应该会走路啊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刚生产的这个婴儿啊 所以呢她就一路上呢就往她的娘家的方向啊 就是前进啊那这个时候呢她要经过一条河 那因为前一天晚上下大雨嘛 所以这个河水就涨起来所以呢她又要带着这个大儿子 牵着走然后又要抱着这个刚刚出生的这个婴儿啊 所以她就觉得呢要度过这个河水啊太困难了 因为她大儿子也是还很小啊 所以她这个时候呢就先把她的大儿子啊就先放在河的这一案 就要她呢就坐着那边等 然后她就抱着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啊 然后就先度过这个就是涨起来的这个河水啊就到对岸 然后就把这个婴儿呢就放在这个对岸 然后再回来要去抱她的这个大儿子 结果呢她就在这个河的中间的时候呢 哇她就看到这个天空上呢就有一只老婴啊 就在这个河岸上面呢就是盘旋啊 就飞来飞去啊就因为这个老婴就看到 就是她刚刚放的这个婴儿啊 她就闻到的这个有肉的味道啊 所以呢这个老婴啊就在那里排回排回 然后呢就准备要去抓这个婴儿 所以这个母亲呢这个波塔卡纳 她当时看得非常的紧张啊 所以她在这个河中央的时候呢就用手 她就想要灰感那只老婴啊 就希望呢那只老婴啊被她就是好像吓走 不要去咬她的婴儿啊 可是呢这个老婴啊 因为就这样子灰感老婴也不怕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婴啊 还是就冲到这个婴儿的这个身上啊 就一把就把她的这个婴儿就抓走了 那抓走的时候呢 因为她在这个河中间啊 就因为在那里匕首 这样子要灰感那只老婴啊 所以刚刚对岸的这个大儿子啊 她就看到她妈妈用手在那里比啊比啊比啊 她就以为说她妈妈要她走过去啊 所以这个大儿子呢 就一直往这个河中央这样子走 结果因为呢她还小啊 所以呢她走到这个河水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河水因为高涨嘛 所以这个急流啊 就一下子就把她的这个大儿子啊 就卷走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波塔卡纳啊 哇她在河里面啊 她就看到了她的大儿子被这个河水啊 冲走的时候 哇她就开始放声大哭啊 那当然她就走回这个河岸啊 可是她的心呢就非常的痛苦啊 非常的悲伤啊 所以她就自言自语啊 她就说哎呀 她的小儿子啊 被这个老鹰啊抓走了 然后呢 这个大儿子呢 就被这个河水冲走了 然后呢 她的丈夫呢 也是被这个毒蛇啊咬死了 所以她当时呢就觉得说 她本来呢 擁有的这个三个亲人啊 全部都在这么短的时间啊 都失去了都死了 所以她非常的伤心啊 然后呢 她因为她还是要往她的这个娘家 她的这个设位城的方向回去啊 所以她在路上呢她就碰到了 一位从这个设位城的方向来的人啊 她就非常伤心的 就是还泪流满满面的就打听 说她在这个设位城的这个父母亲啊 结果这个人呢 她正好也认识她的父母亲啊 所以呢 她一听到这个这个波塔卡纳 问起她的父母亲的时候啊 她也很遗憾的说 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暴雨啊 就把她这个父母亲的房子啊 就是冲倒了 结果呢 她的父母亲还有她唯一的一个哥哥啊 就三个人呢 全部也都罹难了 全部都死了 而且呢 很快的已经被火化了 所以她听到这样子悲惨的消息啊 哇 她简直是就是要昏过去要崩溃了 她完全就疯了 她甚至呢就是没有感觉到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 就是整个人呢她就好像好像就是疯狂的就一直跑 就好像全身的这个衣服啊就是已经掉落啊 因为她跑的时候这个印度的穿的这个女孩子的这个沙利啊 那只是用好像用一块布这样卷着嘛 所以她疯狂的跑的时候这个布都已经掉在地上啊 这好像有点像半裸的啊 因为他们是下面有个裙子是绑着啊 然后上面一块布这样子裹着啊 那所以她就是狂奔的时候呢 这个布掉了她也没感觉啊 哇她自己就是身心就是非常的痛苦啊 非常的悲伤啊 她就觉得哇太凄惨了 她这么短短的一个晚上失去了她的丈夫 然后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她已经失去了她两个儿子 然后呢又听到昨天晚上她的亲人父母亲跟她的哥哥 也因为暴雨啊 然后呢房子塌了就死了 所以她等于是没有亲人啊 一下子变成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女人啊 所以呢她就自己心里只想着自己非常的可怜 她说哎呀可怜的我啊 她就呼喊说老天啊 因为一般的人遭到这样家破人亡啊 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子 活下去啊 因为我们通常在世间都要有依靠的嘛 那依靠人啊 依靠家庭啊 那这一些都当做是我们生命的这种好像的这种生存的目标啊 那当这一些都不存在的时候 哇她就觉得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悲惨的这种情况啊 她简直是真的是发疯是应该是一般是这样子的情况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她就啊 就是朝向这个社会城的地方这样跑的时候呢 正好佛陀呢就在社会城集数给孤独园啊 那就是佛陀常常讲经说法的地方呢 就在那里说法 然后佛陀呢就远远的就看到这个波塔卡纳 她是在人群外面呢就在那里奔走 当时呢这个佛陀呢她看到这样的情况啊 那她就运用她的这个神通啊 就是让这个当时就是说法的这个人群啊 就是让他们啊就是本来他们想要阻止这个波塔卡纳呢 就是奔到这个佛陀的地方啊 所以他们就要阻止她 那当时呢佛陀因为她运用了她的这个神通呢 就是要让这些人群呢不要阻止她 而且呢她就让这个波塔卡纳呢 能够进到佛陀说法的地方啊 而且呢她要让她可以听到她说法的声音 因为最主要的是佛陀啊她就是要就是应激斗教 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啊要度化波塔卡纳 那当时呢佛陀呢就对她说法就告诉她说 要控制她自己的心念要让她呢把自己的心安稳下来 那这个就是佛陀的一个神力啊 那因为佛陀呢她的一个智慧跟她的一个修行的功力啊 所以她对准这个波塔卡纳的当时的这种疯狂的状态啊 她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因为佛陀的禅定她的这种定力啊 她这样子的说法的内容针对波塔卡纳 那就让波塔卡纳呢就真的能够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呢 马上从她的这种好像发疯疯狂的状态呢 她好像就定了神下来 那当她的心安定下来的时候呢 她才发觉说她的衣服已经掉了 那她就觉得很羞耻啊她就赶快蹲下来 然后呢就接受人家丢给她的一块布啊 她就赶快呢就围起来 然后呢她就看到佛陀在那里说法 她就跟佛陀呢禀报她的这种不幸的遭遇啊 就是她的两个儿子啊跟她的丈夫啊都死了 然后她的父母亲跟她的哥哥也都罹难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安慰她说波塔卡纳啊 你不要恐惧啊 你现在呢已经医子一位可以真正保护你 而且可以指引你的人啊 她说你呢在过往都是在生死轮回之中啊 那你过去世呢为了儿子啊丈夫啊父母啊兄弟啊 都流太多眼泪了 那这个时候佛陀呢就跟她说了 无死相应经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啊 在这种生生世世里面的这种生死轮回的状态啊 那就等于是让波塔卡纳呢 她可以知道说啊其实如果没有觉悟的话呢 那我们在这种外境的这种挫折里面啊 我们的心都一直在起伏不定起伏不定 其实这个就是轮回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波塔卡纳呢 她听了佛陀的教导啊哇她马上呢 这个心啊就好像如释重担 好像她的那种忧悲苦恼啊马上就放下了 而且心就保持平稳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又开示她 说人呢不应该过度的担忧已经去世的人 而应该呢净化自己要精进努力 这样子呢才能够正入涅槃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波塔卡纳呢听完佛陀的这样的教导的说法 她就明白生命的无常 所以主要的是佛陀对她所说的这个内容 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净化自己 那不要呢为死去的人啊太过悲伤啊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照顾自己的心啊 那一个已经去世的人我们当然会悲伤 可是如果我们为要能够担忧过去已经世事的人 而把自己的心情而过度的悲伤 那这样子也是于事无补嘛 所以佛陀呢他的智慧也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到 以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子悲伤也没办法改变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应该要看到说 我们怎么样能够安定自己的心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先了解佛陀的这样的教导啊 那有关的这些内容我们下一个单元再做补充 那我们把学习的功德也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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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要去见一下 grocery drive 是 ков 社交文 osób The 事业基金会 华波帐号